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今天想跟大家探討的一個問題就是 習近平他在大權獨攬之後,在完成集權之後 有沒有可能突然來一個180度的華麗轉身 來領導中國走向民主自由,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我想探討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是 現在有很多真心反共的朋友,比如說像法輪功的朋友 大家內心裡面或多或少的還對習近平保持著 這樣的一種期待,另外一個方面還有很多中共的大外宣 表面上看起來反共實際上是為中共幹髒活的這些人 他們在刻意的傳播這種觀點,所以這種觀點 還挺有市場的,因此值得大家探討一下 到底正確不正確,在探討這個觀點之前 我想講一個跟這個議題有關的一件事情 就是何平先生在我們海外的傳媒,華文傳媒界 響噹噹的鼎鼎大名很有影響力的這樣一個人物 他的政治背景,他的政治傾向 他到底是不是中共大外宣的人 何平先生呢,他是民進集團的這個老總創始人 他在YouTube上面,自媒體上面也是非常的活躍 他有兩個頻道,一個叫想點就點,一個叫點點今天事 觀眾人數都是不少,挺有影響力 所以說值得大家關注 也值得大家知道他到底是什麼樣的傾向 到底是什麼樣的背景 那關於他的背景呢,在一兩年之前呢 胡佛研究所曾經出過一個報告 專門講中共大外宣的 那其中就提到了民進集團 說他們是接受了中共的資金的 也就是說這是由中共支柱的大外宣的 這樣的一個媒體 當時我看到之後呢,就覺得還有點不可置信 但是現在呢,是越來越新了 基本上是確定了 當然我得聲明一下,這是我個人的觀點 這是個人的觀點,僅供大家參考 那麼我為什麼確定呢? 有幾件事情讓我這個越來越確定了 第一件呢,就是何平先生在這個疫情爆發之後 他關於這個病毒來源的這個問題上面 表現的非常的不一般 至少是跟海外大部分的自媒體人表現的不一樣 他是這麼說的,現在呢 這個病毒從哪裡來的這件問題上面呢? 主流的觀點,全世界主流觀點說 這個病毒是自然變異產生的 是從動物身上傳到人身上的 他說絕對不是從這個武漢實驗室 P4實驗室裡面製造出來的、洩漏出來的 這個說法呢,就是完全靠不住的 現在的主流的觀點,全世界啊 既不是說是他這個人工製造的 也不是說是自然變異產生的 這兩者都不是 現在的主流觀點是我們不知道它是怎麼產生的 因此一定要到武漢去到中國去進行調查 因此一定要中國政府 允許這些科學家 允許各國的這些衛生官員去調查 前兩天川普還在強調這個事情 說不僅僅美國這個官員科學家 要去武漢批負實驗室調查 而且要調查與此相關的其他的中國的這些實驗室 這是現在的主流觀點 但是何平先生呢,就把全世界的主流 全世界70億人都給代表了 說主流就是現在已經確定了 就是自然變異產生的 這明顯的就不符合事實嘛 那何平先生他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一個媒體人 怎麼會做出這種非常的不客觀的結論出來呢 那比如說像我,我也經常做不客觀的結論 因為我不是媒體人啦 我是一個反共民主人士、民運人士 當然我肯定有時候要帶風向的 但是我帶的風向我可以確定的告訴大家 每一次都是帶著讓大家去懷疑中共 讓世人去懷疑中共 我盡我的一份微薄的力量 讓大家朝著這個方向去想 這個大方向我認為是絕對錯不了的 因為中共在歷史上無惡不作 在現實生活當中也是無惡不作 往這個方向去帶我覺得是最安全的 是最符合真理的 當然如果是在某些細節的具體的事情上面 我們肯定是要尊重客觀事實 但是客觀事實還沒有出來的時候 中共還在刻意的隱瞞的時候 它能隱瞞我們就能帶風向 但是很可惜的是何平先生帶的這個風向 它是有利於中共的 現在全世界最關注的問題之一 一就是這個病毒是從哪裡來的 一旦確定了這是中共製造的 無論他們是用來製造做生化武器的 還是用來製造做其他的這些醫療用途的 但是只要是他們製造的最後又從那裡洩露出來了 那麼全世界180國聯軍那就很快就組成了 當然我不是說要去武力攻打政治上的圍攻 經濟上的封鎖、外交上面的 各種各樣的圍堵那就來了 那中共就面臨著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它非垮不可 所以說我們要往這個方向 當它還在隱瞞真相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往這個方向去推 讓大家全世界都去懷疑 最後即使是中共因為中共的隱瞞大家都查不出來 最後的實據 那麼全世界人只要往這個方向懷疑 中共也完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往這個方向帶風向 而往另外一個方向帶風向的人呢? 我就基本上可以肯定那是中共的人 你如果是客觀的你就說我們不知道 你往另外一個方向說 現在世界主流就是它是自然變異產生的 這就是在為中共洗地 這就是在為中共講話 這就是在做中共的喉舌 那就是大外宣了,這是第一件 第二件就是這個孫力軍事件 孫力軍事件出現了以後 我看過在朋友的推薦下 看過何頻先生的一期這個視頻 是4月21號和這個陳曉平博士的這個訪談 他其中就講到銅鑼灣事件 應當由孫力軍來負責 他甚至是說這個是孫力軍 在陷害習近平陷害於不義 銅鑼灣事件我相信很多在移民很久的 這些朋友還有經常翻牆很長時間的 這些朋友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是剛剛移民出來 或者是剛剛翻牆出來的可能不了解 我來給大家簡單的概括一下概述一下 就是2015年大概是90月份的時候 香港有一家銅鑼灣書店 他們幾個合夥人就決定出一本書 書名叫做《習近平和他的情人們》 或者是《習近平和他的六個情人》 那在這個書出版之前 這個消息不知道怎麼就被中共的間諜機構發現了 他們就想阻止這個書的出版 怎麼阻止呢?他們採取了一個非常極端的手法 這是以前中共極少用的,應當說說沒用過的這種手法 什麼手法呢?他就是把其中的一個 這個銅鑼灣書店的這個老闆合夥人 桂民海從泰國綁架回中國 然後讓他在電視上在中央電視台認罪 那麼另外的還有四個還是五個另外的老闆都是香港人 莫名其妙的就從香港失蹤了 最後都在大陸現身了,被大陸抓起來了,審訊了 那這件事情就引起了非常大的反響 引起了非常嚴重的後果 那在這個中共和瑞典之間的關係 這個桂民海他是瑞典公民,是瑞典籍的華人 那麼他被抓了以後瑞典的這個政府 就多次的向中共去詢問,桂民海現在還在中共的監獄裡面 這件事情導致了中共和瑞典關係的破裂 現在前兩天瑞典和中共許多城市 斷絕了所謂的友好城市的關係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當然有疫情的因素 也有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桂民海被捕 讓瑞典全國的老百姓非常的不滿 讓瑞典的政界非常的不滿 這是中共跟瑞典的外交關係受到了極大的損害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是 中共和香港人民之間的這種關係 已經是完全是被破壞了 因為這一件事情,因為從香港抓人回去 把香港的居民抓到內地去進行秘密的關押 秘密的審訊 這對於香港人來說是突破了他們的底線 底線是一國兩制啊 你已經跨過界了到香港來抓我們的人了 在香港來執法了 這讓香港人過去的那個剩下的一點安全感 徹底的喪失了 因此當香港在去年準備要搞這個送中條例的時候 各個階層的人一致反對 就是跟這個銅鑼灣書店有關係 所以這件事情影響非常的大 那麼這麼大影響的一件事情是誰阻止的呢? 按照何平先生的說法,這是孫力軍主使的 他說是孫力軍,當時他是公安部副部長 是國安局的局長,一局的局長 什麼是國安局呢?就是國內安全保衛局 他是中共的政治警察的隊伍 他也是一個收集反對派的相關的情報 這個隊伍 那麼這是不是事實呢?絕對不是事實啊 這是違反常理的 何平先生是對中共的這一套機構 他們的運作是非常了解的 他過去這幾十年都是在講中共的這個 政治裡面的這些新聞 有一些當然是八卦的了 但有一些呢 還是真正的跟中共的這個內部的 這個真實的信息是相關的 所以他對中共是非常了解的 怎麼會犯這樣的錯誤呢? 只能有一個解釋就是故意的在帶風向 他說孫力軍要對此負責 孫力軍所負責的這個單位 他只是負責 他的主要的業務是在大陸 是在中共直接控制的那個地方 他要去監視、要去監控、要去鎮壓 這些政治反對派包括民主人士、民運人士 包括自由派知識分子、包括宗教各種人士 還有包括維權人士 是在大陸地區管理這些事務的 而在海外、在香港、在台灣、在澳門 是誰來管理這些事情呢? 是另外一個機構叫做國家安全部 他們才是管理香港事務的 如果要是去泰國去抓人 一定是國家安全部派的打手去的 而如果是要到香港來抓人 那一定是國家安全部 和平先生還講到說是這個香港反送中運動 不是遭到了這個殘酷的鎮壓嗎? 也是孫力軍負主要責任 而孫力軍所做的這些事情 直接的受害人 最大的受害人是習近平 因為如果不是孫力軍搞這個銅鑼灣書店事件 那麼全世界都不會知道習近平 他會對於香港會採取這樣的手段 全世界都不會知道 就不會談論習近平過去到底有多少情人 出了這個事情之後 把習近平本來是一件小事把它擴大了 習近平反而成了受害者 這是和平先生的敘述他的一個觀點 這個觀點也是站不住腳的 即使是這事情真的是孫力軍 他這個越主帶跑 他去做了這個國安部做的事情 他也一定是在習近平的指使之下 受益之下、同意之下 他才敢去這麼做的 否則的話給他100個膽子 一個公安部的排名大概是第六、第七的一個副部長 連常務部副部長都不算 你這樣的一點點權力 你敢去攪動中共跟香港之間的關係 敢去攪動中共跟瑞典之間的關係 有這麼大的膽子嗎?給他100個膽子他都不敢 你敢在反送中運動當中 採取那麼殘酷的手段 讓香港幾千人死亡、幾千人失蹤 你有這個能力嗎?有這個膽量嗎?有這個權力嗎?沒有 誰有這個權力啊?全中國只有一個人有這個權力 就是習近平 所以說出了任何這方面的事情 那只有一個人應當負責 他不是受害者,他是加害者 所以說和平先生這就是很明顯的在為習近平洗地 那這兩件事情呢,這個讓我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 不聯繫到以前的一些事情也都想通了 和平先生一直是對習近平非常尊敬的 我記得大概是2016年還是2017年的時候 在網上面看見有一個網友就在痛罵習近平 和平先生在他的節目裡面就對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見 說不能夠罵人,應當尊重 那對於網友謾罵習近平這個呢 我是表示充分的理解,我相信絕大部分的 真正的有民主理念的人也是表示充分的理解的 習近平做了這麼多的壞事 造成了這麼大的對人民的傷害 那罵他幾句,那是絕對有道理的 是能站得住腳的 那和平先生呢,當時就表示了不同的意見 覺得不應當,這是小事 在2017年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就是所謂的爆料革命,郭文貴爆料 那郭文貴呢,他是在通過民進來爆料的 為什麼這麼多的自媒體裡面選擇民進呢? 那肯定是因為有某一種內在的聯繫嘛 大家在政治訴求上面有相通之處嘛 什麼相通之處呢?現在想通了 郭文貴跟這個民進跟何老闆之間呢 最大的相通之處就是啊,都是支持習近平的 郭文貴的過期條裡面他沒有反習的 而且以前一直是信誓旦旦的說 絕對不反習,所以反習我就跟誰翻臉 還跟習寫過效忠信 一直到現在這個觀點還是沒有變 那何平先生也是這個觀點 所以說因為這種觀點才能走到一起去 我以前也做過一兩期視頻 講到分析了這個爆料革命 他並不是說他真正的要反對中共 最後要走向民主,並不是這樣子的 他最後起到的作用,對誰最有利呢? 誰是最大的受益者呢? 誰是最大的爆料革命的受益者 所謂的爆料革命,那就是習近平啦 因為習近平在十八大前後 他最擔心的是什麼? 郭文貴也知道,他也在他的視頻裡面說過 是王岐山功高蓋主,功高正主 他在黨內的聲望超過習近平 而他這個人的本事又大過習近平 他的能力又強過習近平 他在海外的人脈又比習近平多 而且他還掌握著有幾個大金庫 比如說像海航、像什麼渤海金控 這是由他掌握的 中共的好多派系裡面每個派系都掌握著 一部分的這樣的這個金脈 王岐山掌握的這個金脈也相當強 所以說習近平他那個時候把主要的政敵 幹掉了一大批之後 他最擔心的就是他身邊的這個不定時炸彈 王岐山隨時都可以把他取代了 所以說一定要讓王岐山要去靠邊站 要讓他出局 怎麼讓他出局呢?自己不能動手 從海外動手,把他先搞臭 搞臭了之後再給他一個閒職 最後當國家副主席啥事管不了 這就目的達到了 所以這一場所謂的爆料革命 對習近平最有利 而這兩個主要的幹將合作者 都是擁護習近平的 這難道是巧合嗎?肯定不是啊 這就是暴露了和平先生 他的這個政治本色 那就是在為習近平這個派系是在服務的 再強調一下我個人的觀點 到底是不是最後大家自己來判定 那麼這個習近平到底值不值得 有這麼多的人來對他保持這樣的信心 你拿著100萬倍的這個放大鏡、顯微鏡 你也從習近平身上找不到一絲一毫的 這個走向自由民主的這種線索 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在2011年、2012年的時候 他訪問過一次墨西哥在那次訪問當中 他發表著一個著名的言論 他說我們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 饑荒、三不輸出貧窮 外國人要再管我們呢 那就是吃飽了、撐了、沒事幹 說這種話在外國的領土上 在一次外交行程當中說這種話 這肯定不是中共當時的最高層 就是胡錦濤、江澤民他們這些人 不是他們受益的 因為他們都知道在外交場合 講這種話是不禮貌的、是不恰當的 你要想講你就回去講就好了 但是習近平當時在墨西哥就講 這就是他自己的真實的思想的表露 真情流露、本色顯露 什麼本色呢?就是紅衛兵的本色 他的水平就是侷限在文革時期的那個水平 他是毛澤東的學生,他只會搞鬥爭 他甚至是連鄧小平、江澤民 這種人他們的高度他都達不到 這兩個人肯定不是什麼好人 一個是六四屠殺的元凶 一個是中國貪污腐敗的元凶 都不是好人,但是這兩個人 他們還知道這樣一點點分寸 在國外不應當講這種話的 他們還知道改革開放 這個旗子還得打折,還得跟全世界 不能形成一個對立的局面 他們比習近平還要狡猾一點 還要稍微在統治術上面 還要稍微高超一點,還要柔和一點 那習近平連他們的高度都達不到 你難道想要習近平這種人領導走向民主自由? 無期之談嘛 再說了他執政以後這些年 你看看他幹了哪一件事情 有其中任何一件是可以對於民主有利的嗎? 完全沒有 比如說他在新疆、在西藏進行殘酷的鎮壓的政策 這不是他的前任留給他的 前任當然是做了很多的壞事 但是在新疆他是加碼了 在西藏他是加劇了對於當地人民的這種壓迫的 派陳全國到新疆去建立無數個集中營 把上百萬的穆斯林關進去 那就是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 陳全國是在他的指揮之下調到新疆去的 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為此負責任 除了習近平之外,他就是元凶 這難道是要走向民主嗎? 鎮壓法輪功從江澤民時代就開始 胡錦濤繼續,到了習近平時代還是在繼續 我不明白為什麼還有這麼多法輪功學員 對他保持著這樣的一種期待、一種信念 無稽之談嘛 對於國內的維權、民運的這個鎮壓 那比以前江湖時代 那又嚴厲了不止十倍啊 709這麼大的案子 這麼多的律師、一百多個律師 同時在全國遭到了傳訊 很多的律師受到了酷刑 這即使是在江湖時代都沒有這麼嚴重啊 還有網絡監控 在12年之前,習近平上台之前 那個時候的微博、那個時候的QQ 雖然也受管控,但是和現在相比 那是這個管控是寬鬆的太多了 所以習近平在國內的他每一項的舉措 他都不是向著民主的方向去推動 而是向著專制極權獨裁的方向去推動的 在海外同樣是如此 在香港2014年鎮壓戰中運動 2019年鎮壓反送中運動 尤其是在2019年這個鎮壓反送中運動當中 那簡直是慘絕人寰啊 幾千個人失蹤、幾千個人被殺啊 這不是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其他人任何一個人有這樣的膽量、有這樣的權力嗎? 沒有啊,這難道是走向民主嗎? 在全世界進行大撒幣 在那些國家浪費我們中國的名子名高 當然他也不是說真誠的要去幫助全世界人民 他是想用這種腐敗的方法去控制當地的政界、軍界、警界 他是想輸出中國的腐敗、輸出中國的專制 這難道是一個想要帶領中國走向民主的人應當的做法嗎? 絕對不是啊,所以說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 他的所有的這些重大的政治舉措 全部都是朝向一個目標,就是專制集權的目標 就是建立一個朝鮮模式的政權的目標 望著這個目標去邁進的,我們為什麼還要自欺欺人的說 習近平有可能去帶領中國走向民主 為什麼說,等到習近平把所有的這些中共的這些高層的這些官僚 這些派系全部打掉了之後,他就會實行民主 魔鬼不會突然之間就變成天使 當這個魔鬼掌握了絕對的權力之後,他就更不會變成天使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放棄這個幻想 無論你內心裡面對於中國的民主前途有多麼的絕望 你也不要去幻想習近平這種人 他能夠讓中國變成民主國家,一定要放棄 當然了,對於大外宣像和平先生之流 那就不用放棄了,你繼續想點就點 但是呢,我也告訴何先生 現在很多的網友逐漸的認清了你的這個本色了 所以有些人建議你把這個頻道改一下名字 變成了想舔就舔,舔共的舔,舔局的舔 過去呢,還有很多的網友是支持何先生的 經常給你打賞咖啡 那現在也有網友反應呢 說可能是咖啡喝多了,把肾喝壞了 腰直不起來了 所以今後也有很多的網友不準備繼續打賞了 但是呢,我相信何先生一定不會在乎這一點小錢 因為按照胡佛研究所,他們這個報告裡面所寫的 您有更大的資金來源,繼續往哪個方向走 我們看那筆資金來源還能持續多長時間 看中共還能夠持續多長時間 那我相信呢,今年到明年 這是一個中國發生巨變的年份 我相信中共一定會遭到他們應有的報應 所有和中共一起做壞事的,為虎作倉的那些人 也一定會看到自己的結果 好了,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